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愣言一千日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第五百九十日 主题 十回向 随顺平等善根回向六 经文段落 与同佛地 地中各个生清静音 依音花灰 取涅槃道 明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以上消稳致此 恭请兼回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愣言一千日 第五百九十日 我们今天要总结 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这地方我们讲到 菩萨的修行 就是从发心开始 所有的人都是一路 都走一样的路线 就是慢慢修成的 我们常常会觉得 别人好像很容易 一下子就很有成就 其实不管是谁 任何人 包括佛陀本人 他也是这样一路 这样很辛苦 一步一步 很踏实的走来 但是我们看到佛陀 现在的成就 就要对自己 未来是有信心 而且这个地方 佛陀就讲 从事见修 随所发行 安利甚位 这里讲的是 从自己的修 就是每天每天 就不断不断的调整 调整调整 那不是每个人 一开始就是很完美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不完美当中 发现自己的缺点 然后呢 就去改进它 这个随着自己的调整 修行 就会越来越圆满 叫做安利甚位 那这一段呢 就在讲说 我们的菩萨行 要在生活中随缘 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 而且要 每一件事情都是平等 我们大部分呢 会觉得 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因缘 特殊的状况 是最优秀的 总是在等着 这个最优秀的那一瞬间 或者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 或者是我就是觉得 现在身边这些事情 都不够伟大 要等着 等着某一个最伟大的瞬间 我要成佛 可是我们去看到呢 佛陀这一路走来啊 听了很多佛陀的故事 有时候还是割肉为鹰啊 舍身为虎 那一般人就会觉得 那只是一只鸽子啊 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只是一只老虎啊 那自己如果牺牲的 你度一只老虎 有这么伟大的价值吗 所以佛陀呢 讲到这些 过去的行仪啊 就让我们有所省思 我们总是觉得呢 要有一种特殊的时节 或者特殊的对象 特殊的事件 才能够呢 成就伟大的佛陀 其实佛陀呢 就在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的经历 你每天所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没有大小 它都是平等的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 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让自己成佛 你就会忘记 好好的 用心的过每一天 每一瞬间 所以这里呢 讲到随顺平等 善根回向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于同佛地 地中各个生清静音 依音发挥 取涅槃道 明随顺平等 善根回向 这个同佛地 就是菩萨的智慧 这个时候已经跟佛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 都跟佛一样 只是呢 做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 每一瞬间都跟佛一样 用清静心来做 常常呢 都会 这一瞬间是清静心 下一瞬间又烦恼心 然后再接下来又烦恼心 然后呢 又觉得很惭愧 然后再来生一点点清静心 那等到有一天呢 你完全智慧大开 你就会都用清静心来运作 依着清静心 这个清静音发挥 而成就涅槃道 这个是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就是发挥 发挥 从另外一个名词来讲 就是发心 让菩提心发挥作 用叫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呢 会有什么结果 叫做圆满菩提道 那菩提道就是捏盘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要知道 随顺平等善根悔相 它基本上要有这种心态 每一个瞬间都是平等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在华言经里面就教我们 如何随顺坚固一切善根 这里讲到的菩萨呢 他是很有心 所以他会成为领导者 或为帝王 领域大国 这里举的 就是菩萨成为一个国家的国王 那这个国王呢 就是转轮圣王 非常的慈悲 非常的愿意 发号施令呢 都是用正确的 要正法来治世 治国 那每一个人呢 见到了都是被说服 而且呢 都被降伏 那我们知道 这菩萨呢 在这个时候啊 已经有这种射受力 有这种影响力了 那他就要来 随这个因缘呢 怎么样来布施 所以具足修行一切布施 或是饮食 脊足上位等等 这是财布施 然后呢 还有内财的布施 就是眼耳鼻舌身 乃至于呢 身口意 全部都是 整个身体都拿来布施了 或者是为了什么 为了求法 这法布施 法供养 那这些布施呢 都是非常不得了的 因为你说 任何一个布施啊 容易吗 不容易 因为你要做到 完全是把 这个世间的有漏 然后转成无漏 生灭 要转成不生不灭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佛陀就教我们 如何一一的来布施 那么今天呢 要讲到 这个最后 最后的部分 我们前面讲了 要财布施 那要把国家 自己的家 自己的妻 自己的孩子 统统布施 有点困难 所以好吧 那我有什么 我没有钱 那我有力气 头目脑随 全部捐出来 哇 还是有困难 那就想 那这样来 红法好了 求法 结果求法呢 还要交换 就是你要 跳到火坑里面 可以求法 还是有困难 那怎么办 最简单就是这一点 菩萨摩赫萨 若见如来 初心于世 开眼正法 以大音声 普告一切 如来出世 如来出世 这是什么 这就是佛陀的宣传组 我既没有办法红法 那我可以告诉别人 有佛法 就是告诉别人 什么有佛法 就是讲这四个字 如来出世 如来出世 就是有佛法 那有的人就会说 那如来出世又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跟他说 赶快赶快 如来出世 非常好 那你说 那接下来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就给他一本经 就是这一段 就是佛法嘛 佛法出现了 那佛法正在上演了 就像我们下礼拜啊 就要正式登场 这个登场要登场什么 就是华言海会 这是千年来首次的华言海会 因为一般呢 因为一般呢 没有这种 比较 扩大 盛大专门为伴华言经 而成就的一个公开性的法会 那要齐集千人来诵经 那这个是很不简单 除了诵经之外呢 还有什么海会嘛 所以有音乐 有武道 乃至于呢 有戏剧 乃至于呢 有这个积木 或者是呢 有什么 有这个讲座 还有这艺术 那我们知道呢 这是 这样叫做华言海会吗 是啊 因为所有的专家都齐集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 那每个世界呢 都是无比的庄严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跟我有关呢 那你就得要怎样口耳相传 我们没有钱去买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 也不一定听得到看得到 那有缘的呢 就会听到 那你怎么样让有缘的听到 你就要负责成为 那个有缘人的接引者 我负责宣传嘛 我负责告诉他 所以有的人呢 就提供了自己的店面啊 这一面墙 让你贴海报 或者是呢 我就接收了这个单字啊 接收邀请函 我去转发给我的好朋友 或者是呢 我来在这个line上面啊 FB上面啊 把这些消息披露出去 那或者是呢 你自己啊 很欢喜的 西棚引伴带车 带着游览车 一车一车的 我们都来参加华言盛会 那华言海会是谁来参加 什么人都可以参加 你愿不愿意来呢 我要先怎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但是我要先 要觉得怎样 以大音声普告一切 这是很难得的啊 因为办法会 因为我们要需要怎样 很多很多的大众啊 一起来发心 要动用人力物力 乃至于财力 都是很不简单 需要万众一心啊 大家都要愿意啊 要不然呢 那个师父能不能 祝福你们啊 那就生下师父 在自己在跑腿 不可能啊 一定是请大家呢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然后呢 群策群力 那我们这一次的海会啊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特别 有很多的巧思 有很多的创意 有很多的创举 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都怎样 全员动起来 都有机会跟华言世界装 结缘能够清零会场 你但凡呢 只要听到 哎呀好像看一看 我来参加 一下子啊 你都已经进入华言海会了 那你愿不愿意 把这件事情呢 来告诉大家 或者是呢 来安排 很多人来到了会场呢 就在什么 就在台北嘛 这个十天的时间啊 就在台北的什么 建坛青年文化中心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 公开的场合 大家就通通都可以来 那你说 我在台北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 没有人告诉你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 这个事情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我们每天都见到师父 那师父 在办法会 我大概也知道 依稀仿佛 那我们现在如果愿意啊 把这个讯息 然后就再转发出去 这个就是什么 现在所修的 无上的法心 这叫什么 无畏师 如来出世 如来出世 让一切众生 得闻佛名 舍离一切我慢戏论 这一次呢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宣传 让一切大众都听到 两个字 华言 哇 我知道了 有华言这两个字 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佛教吗 光是呢 听到 如来两个字 听到华言两个字 就不得了 他会怎样 舍离一切我慢戏论 复更劝导 令数见佛 令意念佛 令归向佛 令攀缘佛 令观察佛 令赞叹佛 你看 如果我们要做宣传主 要怎样 你如果愿意去跟人家讲 其实你已经舍离什么 我慢戏论 因为 你如果脸拉不下来 你会觉得 不好意思 哎呀 他如果拒绝我怎么办呢 那我这样子去跟他讲 你不会 我不要 我没有朋友 那如果每个佛教徒都是 我没有朋友 那佛陀 这个 纵使啊 学到了很多的佛法 可以教大众很多的佛法 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佛法推广不出去 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佛法 那我自己会学吗 不会 如果佛陀的教法 从以前到现在 都没有人愿意推广 我们到现在没有佛法可以听 那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人 不管是舍身 舍命 或者是舍财 或者是舍掉他的时间 都愿意推广呢 因为这一切的发心 他都是怎样 这个菩萨 已经放下 那个我慢 要去求人 拜托啊 谢谢你哦 感谢你哦 让我可以 贴海报 让我可以宣传 让我可以好好跟你说 他要先放下我慢 要不然呢 像师父啊 就会很障碍 我要拿给他 那他如果不要 他如果是佛教徒 也就又是别人到场 那如果他是基督徒 那怎么办 那我这样子 是不是冒犯他 是不是得罪他 我这样很丢脸 我是一个师父 那我是高高在上的法师 我怎么会去跟人家鞠躬 哈腰呢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一个人都不想讲 因为你身边的没有一个人 是本来就学佛的嘛 那如果呢 佛陀当时是这样 我们怎么会有佛法呢 佛陀如果很傲慢说 嗯 我是王子呢 我已经成佛了哦 你们都不来求我 我为什么要走过去 来跟你讲话呢 是不是 如果佛陀是这样 佛陀有神通啊 哈我还要当启示哦 我还要去启食哦 我又不用吃了 我有上位相 我不需要吃饭 你看 他为什么 佛陀还是要放下他的身份 好 一步一步的走去 一间一间的房子来敲开 好 来跟众生结缘 拜托你 请你 给我一碗饭 是不是 那你说 这是不是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弘扬佛法 纵使呢 这个人他只是见到佛 一眼 他最终没有供养佛 他都已经种下得度的因缘了 所以我们只是做什么 只是做一个左手来右手去 我拿到了一张传单 我右手发给一个人 有缘人 好 那这个就是要放下我慢呢 好 第二个戏论 我们开玩笑都很会开 好 讲一些开玩笑的话 但是呢 我要真正的认真的 很诚恳的跟他说个佛法 说不出来 好 现在我要来跟你介绍佛法 跟你郑重的介绍 他就是会改变我们的这个 每天都是无意之语的习惯啦 然后呢 复令劝导 复更劝导 就是让一切众生赶快 我们来见见佛 我们来听佛法 真的 因为很多人啊 其实一辈子他都不知道 他没有学佛 真的是很可怜 好 那如果呢 可以借由这个因缘 让大众跟佛结下一种殊胜的缘分哦 那的确是很难得 那这个难得是需要劝说的 复卫广说 佛难止欲千万亿皆 十奶一出 真的很难很难 我们要下次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那这一次呢 真的很难得 所以请大众啊 在这个时间 十七号 十一月十七号到二十六号 再说一次 明天还会再说 后天还会再说 我们每天每天都要再说 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难得 十奶一出啊 我们一不小心啊 就明年了 一不小心 转身 就又是来生 来生你不见得认得佛陀 你不见得遇得到 这个佛法这么行圣 你生在不同的地方 你生在不同的家庭 你可能都不一定有机会 连佛名都听不到 你是不一定的哦 但是众生呢 由此得见于佛 有什么 由某一个菩萨愿意发心 用最大最大的因生来告诉一切 告诉大家 如来出世 如来出世 这真的真的很难得 生清静性 踊跃欢喜 尊重贡养 所以希望大家呢 真的就是 要发这种菩提心 因为这个 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是哑巴 那你真的是没办法 你可以用笔的 但是呢我们不是哑巴 我们有嘴巴耶 而且呢我们又长得很正常 就是一个人 那我们就是可以用音声 来帮佛陀宣传 让大家呢 口耳相传 那这个其实是菩萨的发心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来发心 回向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做宣传组的时候啊 做佛陀的宣传组啊 这一定要怎样 随顺啊 要随顺什么 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你要 每一个人你都要平等嘛 有人接受你的宣传 你就很感恩 有人是拒绝你的宣传 你依然跟他结一个善缘 你的心呢 就会练习到平等 要不然呢 愤愤不平 你呢 不给我贴 我就给你回什么 回向 然后呢 让你跌倒这样 不可以这样子啊 你还是要结一个善缘 你愿意听我讲那个五秒钟 虽然呢 你有种种的困难 但是 我还是结一个善缘 要笑眯眯 不可以呢 就给人家诅咒 那这个就是不平等 所以也是要练习 我们的平等心啊 甚至于呢 我如果很顺利 我也要很感恩 我不顺利 你不要很沮丧说 哎呀 我就是没人缘啊 师父你不要再叫我贴了啦 我这没有朋友 朋友都跑光光 其实呢 朋友没有跑光光 朋友是等着你要去 跟他交朋友啦 只是我们自己呢 常常就会患得患失 心不平等 所以呢 这个当佛陀的宣传特使啊 真的就是怎样 最好的机会 修平等法 而且随缘 因为你看 见到一个就贴一个 见到一个就讲一个 这是不简单的 我们有很多菩萨 真的很发心 一路呢 坐 这个捷运回去 就一路一直发 谁坐在他旁边 谁就有福报 就听到 哦原来还有这个事情 好 那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就是一起在发心 我们剩下一个礼拜 请大家呢 一起来修这个 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好 好 以上 师傅好 我是石薇 我今天想要问 就是有关回向这个事情 那我们常常会念 回向文啊 词经 或者说修七周原词 或者是像华严经的进行品 有非常多的党院重生 那我试着去理解说 回向 是不是有这么神奇呢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 回向的心念是比较强的 可是有时候也是 就跟着念 有口无心 那这边想要请教师傅 就例如说 像父母意念孩子 或者说孩子思念 父母眷属 而希望彼此说 一切顺利 一切安康 那这样的心念 是不是其实就算是一种回向 那我们是不是透过回向文 经文的引导 来把这一种心愿 从清卷扩大到一切的众生呢 谢谢师傅 好 谢谢 石薇的提问 这个回向 就叫做回小向大 那一般呢 就只有小 就是我只有在意我自己的有缘的众生 就是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父母 那事实上呢 只是因为呢 我们以为他是这一辈子 是我有关系的人 这个重要关系人 所以你的心呢 会细念在他的身上 都会希望孩子要平安啊 孩子要幸福啊 希望父母亲要健康啊 那如果一旦呢 那如果一旦呢 有不太平安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 这个伤心的事情啊 自己的心就很不平静 乃至于呢 会挂心担忧 那甚至于呢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时候呢 也会 也没有什么事 就在担忧 因为 我们一般的人呢 的心是比较小的 他只有细念在 这个 小小的范围里面 小情小爱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叫做 这叫执念 爱是加上了一个 我的范围 所以就变成很狭隘 很狭隘了之后呢 除了我之外的人 管他去死 这样 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去 转移 你也没有办法同理 那佛陀呢 他的智慧啊 为什么能够对一切众生 都平等的看待 因为他不是只有 看到这辈子 我看到这辈子 所以我只认得 这辈子的父母亲 那如果你的智慧 再高一点 你看到的前世 你知道前世 你的父母 现在是在 在这个世界上的 某一个地方 也许是你 旁边的同事 也许是 你的这个敌人 这不知道 那 这时候你看到 你知道 然后呢 你发现了 这件事情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那如果呢 菩萨呢 他看到的是 累生累劫以来 每一个众生 都跟他是有缘分的 每一个众生 不是他的孩子 就是他的父母 那 视众生如一子 他不是一个理论 他是一个 就是事实 他看到众生在 各式各样的缘分当中呢 扮演不同的角色 我们只是忘记了 你是我的谁 但是 会见到面 会彼此之间 有一种感应 就是心跟心之间 有吸引力 都是一定是有缘分 只是 有缘分 却又换了一张皮 你已经不认识了 所以你以为 他是不是 不是跟我有关系的 他人 那 这个是不是就是 很可惜 就是 明明已经见面了 可是 你因为不认识 你跟我 而错过了 所以呢 我们在讲这个 净土经的 念佛法门的时候啊 就是 佛陀对众生是 完全 就像母亲 意念孩子一样 不管孩子 变成什么样子 妈妈永远 记得孩子的样子 可是孩子呢 他是会忘记 爸爸妈妈的样子 是不是 子若逃逝 虽亦何为啊 意念他是没有用的 那 父子 至亲啊 见面 若见不见 若逢不逢 是不是 你已经见面了 可是你却不认识 你 你已经 相遇了 可是我却 不知道 原来你就是那个人 那如果是这样呢 你就会 不会去善待 你认为 跟你没关系的 那一个有关系的 重要他人 所以佛陀呢 他说 因为呢 佛看到了 这一切众生的状态 那既然 一切众生 都是我们的 重要的他人 那 其实 所有的众生 应该是平等 对待 所以佛陀的慈悲啊 就是从 小小的 很狭隘的 因为自己都是关心 啊 跟我有关系的 我的孩子啦 我的家人啦 我的师父啦 我的师兄啦 我喜欢的啦 那就会有很狭隘的 对待的方式 那如果呢 再平等一点 就能够怎么样 就知道 啊 原来呢 不是只有回向给自己的 家人 而是要回向给 累生累劫的 一切众生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家人 那这样子呢 就是叫做平等的 所以 佛陀教我们 从一个人出发 从你挂爱的 一个人出发 所以佛陀会讲 四身持父嘛 那 三界导师 就是为什么要用爸爸 用孩子来相称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先从父子之间 的这种情谊来出发 那 如果能够呢 扩大 到一切众生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那这样子呢 你的心 就会 像佛一样 很广大 所以这个就是 回向的意义啊 那回向呢 你当然还是可以 回向给自己的家人 但是 还要记得 再回向给一切众生 因为这一切众生 就是我们的家人 只是 我们现在换了一张皮 不认识他了 是这样子 好 谢谢